刚过完春节 59岁的药工李敏生 开始了各种药材的炮制 因为这个季节是一年当中 切至中药材的最佳时节 今年初春 他想先以半夏这味药开刀式切 半夏为天南星科植物的干燥块镜 生品有毒多做外用 炮制后可降低其毒性并增强疗效 半夏的炮制各个流派方法不一 其中轻半夏临床使用频率最高 它具有造湿化痰 定传止咳的作用 李敏生这次正式要展示中药炮制界六角之一 蝉翼青夏的切制 为了中药炮制记忆的传承 李师傅特意让自己的小徒弟陈广辉参与炮制 这个半夏你看中药不错 只蘸上面的很稍微三分之一 或者低于三分之一 如果是那些情况下来 它这个中药会蘸得一半 半夏切制前首先就是润制 润药是否得当 直接关乎后期切制的成败 半夏与水交融后 鱼夏就是漫长的等待 完全润透需七日七夜时间 每天换水防止腐败 切开半下没有白芯方式润透 切开半下没有白芯方式润透 好 切开一口无边纸 这都算跑好了 就像两张也没用紧了 全部都跑好了 着了 面粉和白帆是切至禅意清夏的必用辅料 其中,面粉白帆的比例不能有丝毫偏差 由于半下切成后还要保持原有的白色 每一样关于切至半下的工具都要检查,不能污染 虽说困难重重 但对于有几十年炮制经验的李敏生来说 操作起来如轻车熟路,毫不费力 开火烧水,煮至半下 先下入白帆,然后煮半下直至透心 再煮一天 再煮一半下,水都可以 可以了,讓我切開看看,看有白絲沒有 看這都可以了 斷面這五月絲都可以了 倒出後搬入麵粉 不帶冷涼,需快速手握成團 這時候不能怕熱了,就必須把大饅頭弄了 成團的半夏,再次接受時間的考驗 一天一夜過去,半夏團晾成 這應該要看一下,只要發映,整體的發映 男生也不能說非常乾淨,乾淨也不行 只要發映都可以切了 這次真是不難離開 和心底衝不需要,還不舒服 後來旁邊都不舒服 Einemun 和心底衣 農族 everyone 沒積慄 切得最適,千塊燒油 到上面摸到油 不能是水用你發發情 李敏生切至半夏 虽说已三十余年 但每次切之时都毫不含糊 切药的坐姿是非常讲究的 两腿蹬立用力 通过腰部均匀地送到两臂 最后传到手上 左手锁握的半下团 要靠右手刀的切力自然带送 而不是左手有意地推送 它需要全身的力量整合一起 整个过程不能有丝毫走神 稍有不慎即会切破手指 半下如雪片般落下 刀切半下发出沙沙声 让人听了既解压又陶醉 这是智慧与艺术巧妙的结合 欣赏蝉倾下的切质 就是一种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切出的半下片 薄如蝉翼 白亮透明 一颗硬币大小的半下 能切将近三百刀 在过去全平手工的时代 是一种十分先进的制作工艺 于是便有了蝉翼倾下的美誉 如今能够完全掌握这项记忆的 已是凤毛玲角 切好的半下需要再次晾晒 筛进面粉后即可装罐备用 收两多钱 筛头 在那里抬着泡车机 蝉翼倾下的美誉 可以透光 对广照可以透光 数日的辛苦 终于迎来了劳动的成果 师徒二人脸上露出了由衷的喜悦 这份喜悦 既是蝉翼倾下的制作成功的收获 也是记忆能够传承接续的新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